四架多国战机组成的机群准备去轰炸一处敌人的秘密窝点 谁料敌人早已做好撤离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小卡拉传来正有多架战机靠近的消息 吓得这名军官两眼发指 头目立刻让战机起飞去拦截 只见场地内刚好停放四架先进的喷气式战机 经过飞行员短暂的准备 四架喷气式战机很快起飞 这时联合机群已接近目标地 这名飞行员发现有战机靠近 得知消息的队长立刻让他们做好战斗 只见四架敌机快速从侧面袭来 队长他们则是立刻散开展开行动 敌机见状同样散开开始追击 突然野马战机被敌机咬住 没想到这名野马飞行员突然做了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 看得敌机飞行员一脸猛圈 此时的敌机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忘记开了 飞到野马战机旁边仔细查看老头是什么意思 原来是老头让他再往前飞一点 搞不清楚状况的飞行员还真的积极配合 边飞行还边示意让老头降落 老头一看马上瞄懂立刻钻入机内 这把飞行员又整翁了 就当老头出来驶 结果因发射器的后座力让飞机瞬间侧反 幸好老头反应快速抓住了安全带 这才逃过一劫 此时的野马已经开启了无人驾驶模式 得知消息的队长立刻调转航向前来支援 有着多年驾驶经验的队长看到眼前的队友危在旦夕丝毫不慌 沉着冷静地操作着飞机 经过几次尝试最终将战友的飞机纠正过 只不过没想到队友会四脚朝天的落入机内 看得队长一脸无语 但最后队友还是顺利进入驾驶舱内 另一边零式战机遭到吞气式战机的追击 眼看敌机导弹已锁定自己 这名飞行员竟在慌忙之中掏出一卷锡脖纸 这下把小编给整懵了 这是要干嘛 就在此时敌机发射了导弹 可下一秒 与此同时地面人员发现头目正在将物资转移到运输机上 队长让他们快速装好红外自导装置 自己会马上赶往现场 不过这时另一名队友被敌机紧紧咬住 为了快速赶往头目所在地 飞行员慌忙之下拉动了平时做广告宣传的横幅 这下把敌人彻底整懵了 就当横幅要接近敌机发动机时 飞行员立刻断开了横幅连接线 横幅刚好落入敌机的进气口 瞬间仪表盘出现故障 接着尾部喷起了大火 飞机失去控制的飞向地面 就这样他们在没用任何武器的情况下 轻松将敌人四架先进的喷气式战机击火 不得不说将还是老的辣 这时地面人员已经用红外自导装置瞄准了一处防空火力 就当队长他们正要接近时 敌人开启了猛烈的射击 但队长并未当回事 仍然仔细地盯着红外自导装置校正目标 当对准目标是果断按下了发射按键 这一集到此结束 下一集一架黑科技战机抵达战场